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人都乐观了 这个其实对市场来讲不是好事情 代表市场向上的空间的短线是有局限的 美元的指数目前在101.09 美元对人民币7.19 对日元141.79 对欧元0.9 美元和欧元相对的是保持在高档 但是人民币和日元是比较弱的 那么利率方面 美国的短期利率 三个月在5.4 六个月5.45 一年5.28 两年4.84 五年4.09 十年3.83 三十年3.9年 长期的利率在3.8 3.9 短期利率在5.4 5.3 两者之间大约有1.5个percent 也就是六个quarter的这个gap 倒挂的现象仍然保持非常严重 通常倒挂的时候 代表经济未来是有衰退的可能性 不管按照目前美国的经济报告和一般的所谓的专家的评估 美国应该今年不会硬着入 也就是不会进入resection 但是GDP的成长可能有限 maybe在1个percent到2个percent之间 大概会1个percent出头 那么这个已经比预期的好了 也就是说美国短期经济的危机已经暂时过去了 但是相对来说 因为美国的债务及通货膨胀和美国的高利率 可能会带给国家带来很高的利息支出 尤其是未来长期的债券不断的到齐 然后开始更换的时候 美国的整体的经济的结构 长期的问题可能还是没有解决 也就是把短期的问题变成了长期的问题 那么Community方面 西德州有在77.07 布兰特有81.07 最近的报告是由于人口大国 中国和印度对石油的需求量很大 因此供给面在不足和限制之下 然后需求面在增加 所以对下半年油价上升 基本上是看涨的 Natural Gas 2.7毛1 黄金 1,961块 小麦 697.5毛 这几天 小麦涨了不少 因为俄国禁运的缘故 整体来说 目前比较重要的是 Early Season 要看公司的报告 今年美国的经济报告 可能不会有什么成长 还会保持在220到225块之间 跟去年来比 是几乎是没有成长 但是对明年的经济涨漫 认为美国可能会有 7到10%的Close 也就是说会从目前的225 变成240到250块之间 这是属于Earn Report 股票的价位 目前在SPY的 目前4500多点的价位 除以225块来讲 大约是20倍 这个价位并不便宜 跟传统的15到16来讲 还是有overpriced的situation 当然跟明年的250块比起来 会好一些 这样子的话 大约是在16倍左右 16到18倍 那么投资人在目前 不要浪费时间去预测 未来市场的动向 按照技术面来看 SPY突破了 Golden Ratio 62%的4200 4300点以后 非常有可能性 会逐步回到原来的高点 4700 4800这个地方 时间需要多久 不知道 但是中间可能会有些波折 第二个就是 从基本面来看 利息可能在下周26号 Fedal Meeting 可能会再加一个quarter 加完以后 是不是要继续加 那目前的说法是认为 这个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不过还要看 未来的CPL Report 有待观察 不过加息的步伐 可能会逐步的接近尾声 逐步的减缓 而且这个利息 基本上上升的压力 可能也会随着经济的不成长 或者可能的衰退而止步 那么市场在目前来讲 应该是采取一个 Balance Approach 然后风险管理 品质管制 换句话说 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 还是要掌握基本的投资原则 我是肖银翔 我的电话739883888 谢谢 谢谢